感人的寻亲之旅 1911年谢介石从台湾到东北 打拼成了满洲国的外交总长 还有两名孙子 25号晚间打击返台 要寻找失散超过一甲子亲人 而且是在当年有许多的台湾精英 到满洲国来闯天下 但是因为历史的因素 家人分隔两岸 长天传播拍摄了最新的纪录片 台湾人在满洲国 就还原了这段心酸的历史 而这回透过神万饭店 以及复兴航空的协助 让谢家人的寻亲之旅 能够远蒙 从东北沈阳风尘扑扑 大机来到台湾 要展开寻根之旅 谢辉和谢同生两人的祖父 正式曾担任满洲国 外交总长的谢介石 70岁的谢辉第一次造访台湾 他的祖父母早在1911年 就从台湾到东北打拼 一个世纪后在长天传播 复兴航空 和神旺饭店的协助下 终于回到家乡 即将和分散超过 一甲子的家人相见 内心反正非常高兴 非常激动 见了就聊一聊吧 聊聊家庭情况 互相沟通一下 有些事情 也许我比他们知道的更多 我给他们讲一讲 作为历史背后的历史 这些事情 确实有新的人来做 和谢尾的祖父一样 许多台湾年轻精英当年经历蜻蜓割让 日本殖民统治在满洲国打拼 经历了国族认同 家族离散的心酸血泪 长天传播拍摄纪录片 试图还原当年的奇幻旅程 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个人情的故事 但感叹的是 这个人情的故事 是历史的伤痕造成的 但是我们不希望 历史的伤痕成为两岸的隔阂 心意相中装的是 祖母生前最心爱的旗袍 这次过来 要送给在台湾的孙女 象征 落叶归根 就却走了